科爸之前是因为癌症住院的 但是癌症之后 现在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科爸的病情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转变 当天星期五的时候申请 当天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 就到医院来进行这个探视 民众党证实 科文哲18号去看爸爸一切依法申请 因为党内曾喊 科文哲连父亲病重都没有办法去探视 想不到有科粉网路爆料 说科文哲带着手扣 周五优势看过了 接着蔡壁如在爆料 表示透过台大医院的同事得知 科文哲除了在深夜探视科爸 甚至还有朋友带病例给科文哲看 但当时时间太晚 所以他并未陪同 去探视的时间点并不是所谓的深夜 大概是在傍晚的时间 星期五的傍晚的时间 主席是这个积压禁件 所以积压禁件期间 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 带着病例进去给科文哲主席 来看这样子的状况 陈志涵直接打脸蔡壁如说法 对此致电蔡壁如 强调不方便回应此事 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 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 可以进去探视 科文哲羁压期间 探视病重的父亲 似乎意外引起民众党内 两个女人到底谁比较核心的纷争 他们为了持续要升温这样的战术 或巩固小草 不惜的把科文哲家人的病情 来传达给所有全台湾的媒体 科文哲在礼拜五的晚上 已经去看过他爸爸了 那我都不懂 为什么民众党在集结的晚会 居然还要说没有 前立委神父雄也评论 科文哲现况确实苦 本人在看守所父亲又近家户 但现在会同情他的人 其实不多 因为这一切的问题 源自于科文哲一个人 21号第一班球车抵达台北地监署 再度被检方提训的金华城案被告 是涉嫌与市议员应小薇 联手社会4000多万的助理吴顺明 跟其他案的被告靠在一起 下球车拯救保持沉默 这天是吴顺明第三度被提训 回顾上一次被检方提训是6天前 当时他与应小薇一起被提训 吴顺明低头驼背快步前进 被检侦办金华城案 再度提训吴顺明要追贪污金流 如今已经进入关键的倒数阶段 习日呛杀深圳不怕影子协的应小薇 这个月28号积压其满 依照规定 北检最晚要在5天前 也就是23号申请延长积压继续侦办 否则就要侦查终结起诉了 而吴顺明以及魏京集团创办人沈庆金 则在29号积压其满 柯文哲以及时任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将在11月5号积压其满 全案犯罪金流在哪 加密货币的冷钱包恐怕是个关键 简单来说 这是离线储存加密货币 让使用者保管金药 由于是乱码 通常会有助记词 例如有12个英文单词 组成协助记忆 可能就会存放在USB内 对此北检只回应 涉及侦查内容不予评论 只是事实上 北检在这段时间以来 正办精华成案动作频频 关键时间点 继续提训载压被告以及约谈 就是要巩固现有市政 并力求突破 接下来这几天 北检究竟会延压 或者起诉各界高度关注 民众党在卢州举办亲子路跑活动 责任区划分在新北的立委黄国昌 自然站在C位 中间隔着秘书长周虞修的是 远道而来的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 但过程中双方零互动 一早黄国昌蔡碧如和支持者交流 各聚一方 但两人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火气很大 黄国昌一听到路跑活动 被网红四叉猫抓出 把小草称为堂口生物 暴气回应 你说什么 什么堂口生物 没有必要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 或者是污蔑 来提出这种无地放始的问题 蔡碧如持续为柯文哲抱不平 一个柯文哲 柯主席的精华案件 发展到现在 一直在强调侦查不公开 结果他沦为一个笑话 我今天真的是生气了 我告诉你 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带着愤怒 大家等一下活力十足的可以跑起来 蔡碧如力挺柯文哲 似乎也在和钢铁小草喊话 因为柯文哲两个月积压期限将至 如果检方申请延压 民众党就无法再用柯文哲请假 来回应代理党主席的疑问 因此台面上民众党之母 蔡碧如和声量高的黄国昌 各自都有拥护者 不过要接下代理主席 也要扛下重担 因为又有前党员爆料 政治现金有福报薪资状况 不是完全说是这个福报的状况 也有短报的 所以整体的部分 我们会把全部统整好了之后 一并的交给监察院 民众党代表选举 即将在12月7号举行 接着就要进行党主席改选 就看最终结果会不会太离谱了 东森新闻 炼志豪 叶婷 在新北市采访报道 白男子拿着相机和好几颗镜头 来到三西器材行 准备变卖而是批器材 原来通通是来自民众党 台坡大楼办公室 年轻人做错事 他已经认错了 也道歉了 那接下来他要去面对 他应该要面对的法律责任 民众党日前清查发现 一批摄影器材不翼而非 报案后一查财经绝 有内贼范贤近世白银自家党内人士 先前柯文哲妻子 陈佩琪和立委黄珊珊现身 北索外后方黄头发黑衣服的 王姓男子就是范贤 就要解他在党内担任 资讯人员与同事有纠纷 就偷了党内约25万的器材变卖 而整起事件还爆出案外案 王红四叉猫发文当起侦探 透过关键字网络肉搜 王楠的真实身份 不要一口气公布好几名 民众党的党工姓名 还加码PO出其中一人的照片 各资学经历 没想到这回四叉猫翻车找错人 民众党不忍了直接开告 四叉猫的行为助长了网络霸凌 更是伤害台湾的言论自由 跟我们男人可贵的民主自由 所以台湾民众党 全力的支持我们的同仁 今天到警察局来做提告 被误人的党内人士 亲自来到警局对四叉猫提告 民众党危急存亡之际 自家人诱报 坚守自盗 重重打击党的形象 东森新闻真正中心 综合报道 白亿男子拿着相机 和好几颗镜头 到3C器材行 一一放上桌准备变卖 这位33岁的王姓男子 落网后坦诚犯行 原来这批器材 通通是来自民众党 台坡大楼办公室 年轻人做错事 他已经认错了 也道歉了 那接下来 他要去面对 他应该要面对的法律责任 他们发现一批摄影器材 不翼而非 报案后警方查了查 发现犯案的 竟然就是党内人士王姓男子 上个月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 和立委黄珊珊现身 北索外食 后方黄头发 黑衣的男子就是他 民众党高度仰赖自媒体 像是民众之声等等 也经营各种直播 制作这些节目 重要的摄影器材 却被在党内担任资讯人员的 王姓男子轻易顺手牵扬 民众党清点医师的包括一台机身 五颗镜头价值25万元 所以已经拿不回来 因为王姓男子将器材变现 被袋师增款都已经花完 警方调查王姓男子公称 是因为跟同事有口酒 心生不满以此报复 分了三次偷窃器材 现在被一窃到罪嫌送半 偏偏就在民众党的多事之秋 甚至是存亡之际出现内贼 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秀联大发许致台北报道 你我都熟悉的民众党 是以自媒体起家 像是民众之声等等 也包括各种直播 观看人数都是有的 那么要制作这些节目 需要的就是摄影器材 但偏偏就在民众党的多事之秋 甚至是存亡之际 竟然出现了内贼 原来在民众党的台坡大楼办公室 日前发生了窃案 有一批摄影器材不翼而飞 警方查了查 发现竟然就是党内人士 王姓男子涉案 他落网后坦诚犯行 从这监视器画面就看得出来 这位80年次的男子 把这些器材通通拿去卖掉 也全都变现 甚至他说赃款都已经花完了 损失的包括一台相机 五颗镜头 损失价值新台币25万元 根据了解 他是民众党的资讯人员 会这么做是因为跟同事有口角纠纷 心声不满 所以报复 分了三次偷窃器材 现在王姓男子就被一窃到罪嫌送办 民众党内真的是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东森新闻众好报道